成峰2024节目已经进行到总决赛 舞台数量也有网友统计出来 在已经播出的舞台数量中 其中陈浩宜姐姐的舞台数量最多 高达12个 其中包含出舞台1个 一攻舞台1个 二攻舞台1个 三攻舞台2个 四攻舞台2个 五攻舞台3个 队长秀 唐秀和直播决赛秀 决赛舞台2个 合计12个舞台 陈浩宜也是这一季成峰姐姐中 人气上涨最快的 一攻的个人喜爱度还在忠厚的位置 到了三攻已经进入前十 后续就成为了前三 稳稳坐住队长位置 而舞台数量自于陈浩宜姐姐的是和姐 上文姐这两位姐姐 舞台数量分别都有11个 初舞台1个 一攻舞台2个 二攻舞台1个 三攻舞台2个 四攻舞台1个 五攻舞台3个 包含直播秀 决赛舞台1个 刘新和七威也是舞台数量有11个 初舞台1个 一攻舞台1个 二攻舞台1个 三攻舞台2个 四攻舞台1个 五攻舞台3个 决赛舞台2个 这五位姐姐都是本季浪节舞台数量比较多的姐姐 而人气最高的陈丽君姐姐 由于之前直播赛不能参加 并且三攻开始就不再是队长 所以三攻少了一次队长秀 五攻少了个人的直播秀 使得她的舞台只有9个 比万妮达还少一个舞台 最为可惜的姐姐有五位 她们只有团秀舞台 没有任何双人秀或者队长秀 直播秀舞台的机会 这五位姐姐分别是 柳妍 朱丹 郭碧婷 苗苗 和张雨昕 她们的舞台数量只有7个 除此之外 其余姐姐的舞台数量基本在8到9个 其中朱丹姐姐的人气和苗苗的个人人气要低一些 剩下三位姐姐人气都排在中等之上 但是由于个人不是歌手出身 也在舞蹈或者声乐 其他方面没有太多突出的地方 所以一直都是团秀舞台 十分可惜 这五位姐姐中 柳妍姐姐获得过人气前三名 张雨昕在决赛双人秀的投票中人气一直比较高 但这一季基本没有太多呈现出他们的一些个人风格的地方 有点被节目埋没 整体对比来看 陈浩宇姐姐是吃到浪姐红利最多的一位 她也是人气变更最大的一位 而七位则是整季浪姐里面唯一一位一直是队长 并且个人喜爱度从来没有下过前三的姐姐 所以决赛的C位已经很明显 冠军七位 XL陈浩宇 陈立军和刘欣 只能是工具人 节目用来引流的工具人 肯定成团 但不会夺冠 而尚文杰和和杰 更像工具人 为节目制造一些矛盾话题 更无夺冠希望 比到武功 33位姐姐只剩下了22位姐姐 分别是和杰 陈浩宇 七位 刘欣 陈立军 尚文杰 萨鼎 柳妍 蔡文静 张雨昕 朱丹 苗苗 郭碧婷 袁亚伟 谢金燕 万妮达 韩雪 乔伊斯 正妮可 孙夏琳 杨景华 王琳 22位姐姐之中 目前也只有4位姐姐 一次都没赢过了 这4位姐姐分别是尚文杰 朱丹 蔡文静 和郭碧婷 尚文杰 一公是队长 一公那时是1V1比拼 他带队输给了和杰队 所以一公 他输了 二公 他和蔡诗云组队 总成绩没有超过成立军组的成绩 挑战失败 三公 和郭碧婷 朱丹 苗苗组了一个队 挑战二公第一名韩雪和乔伊斯组 挑战失败 四公 在萨顶顶战队 挑战三公第一名七V组 挑战失败 朱丹 一公 在尚文杰组 比赛输给了和杰组 二公 在幽密组 挑战一公第一名成立军组 挑战失败 三公 跟着尚文杰 挑战二公第一名乔伊斯组 挑战失败 四公 在萨顶等组 挑战三公第一名七V组 挑战失败 一路比 一路失败 四公比完 观众个人喜爱度排名甚至倒数第二 倒数第一是蔡世云 蔡世云被淘汰了 幸亏四公只淘汰一人 但凡淘汰两个人 朱丹成风之礼 也就结束了 蔡文静 一公 二公是队员 都跟着七V 比赛都没有赢 三公 四公是队长 代队也没有赢过一次比赛 郭碧婷 一公是队长 1V1比赛输了 二公跟着刘欣 比赛输了 三公 跟着尚文杰 比赛输了 四公 跟着萨鼎鼎 比赛也输了 听说 五公是陈浩宇队守住了第一 如果是这样 他们四位是一直输到总决赛 但好在有名气 不怕输 除了这四位姐姐一直比一直输之外 其余十八位姐姐 公演舞台都有赢过 和杰赢过 一公她是队长 1V1比拼的时候 她代队赢过尚文杰组 七位 张雨希 三公赢过 陈立军赢过 一公 作为队长 赢过 三公 作为队员 也赢过 韩雪和乔伊斯赢过 二公 他们二人合唱了慢歌声后 总成绩超过了陈立军组 所以挑战成功 刘欣 一公 作为队长 带队赢过 这你可的组 三公 作为队员 也赢过比赛 陈浩宇 一公 作为队员 赢过比赛 四公 作为队长 带队赢过比赛 周尼可 孙夏琳 谢金燕 袁亚维 四公 跟着队长 陈浩宇 赢了比赛 万尼达 一公 跟着 和杰 赢过一次 四公 跟着 陈浩宇 又赢了一次 如果五公 是陈浩宇 带队守住了第一名 那五次 公演舞台 赢的次数最多的 无疑是万尼达 赢了三次 除了公演舞台 成绩优秀之外 他小考成绩 更优秀 五次公演 五次小考 他所在的战队 都赢了 拿了小考 大满贯 无过可惜的是 他的人气 却不怎么给力 比赛最后 逆袭成功了 不知道最后 人气能不能逆袭 王林和苗苗 一公 跟着队长 刘欣 赢过一次比赛 萨鼎鼎和柳妍 一公 跟着队长 陈力军 赢过一次比赛 杨景华 三公 跟着队长 七威 赢过一次比赛 说到这 乘风2024的 第五龙公演 可真是让人 回味无穷 展现出了他们的实力和魅力 还给我们带来了 不少欢乐和惊喜 就像那股滚烫的火锅 各种食材碰撞出 美妙的味道 让人欲罢不能 你瞧 那刘欣和陈力军 合作的《东风破》 简直就是一首 情感大爆发的歌曲 两人在舞台上深情对唱 仿佛真的在演绎 一段跨越时空的 爱情故事 观众们被他们的歌声 和表演深深打动 纷纷掏出手机投票 让这对东风 CP1903票的高分成功登顶 这简直就是当晚的 最甜舞台 而尚文杰和Jazz合作的 生活倒影 则是另一种风格 两人用音乐描绘了 一幅浮生动的生活画面 让人仿佛置身其中 特别是尚文杰 那独特的嗓音和Jazz的 法式风情 简直让人陶醉 虽然最终 只获得了821票 但他们的表现 已经足够精彩 当然 说到精彩 怎么能少了 陈浩宇组的 煽风点火呢 这场表演 简直就是一场 事举盛宴 姐姐们身穿 华丽的服装 在舞台上 尽情舞蹈 仿佛真的在 点燃一把火 特别是陈浩宇 作为队长 她不仅 自己表现出色 还带领团队 获得了886票的高分 成功 夺得团秀第一 这简直就是 当晚的最燃舞台 不过 说到最引人注目的 还得是那些 被淘汰的姐姐们 王林和杨景华 虽然离开了舞台 但他们在比赛中 展现出的实力和魅力 已经深深地 印在了观众们的心里 他们在舞台上 留下的每一个瞬间 都成为了经典 让人难以忘华 就像那夜空中 最亮的星星 虽然短暂 但却永远闪耀 除了舞台上的 精彩表演外 乘风2024的幕后 故事也同样吸引人 比如那破风舞台的 争议和最终 呈现出的效果 就让人感受到了 姐姐们的专业和敬业 他们在面对 困难和挑战时 从不退缩 而是积极寻找解决方案 努力呈现出 最好的表演 这种精神 不仅值得我们学习 更值得我们敬佩 当然 除了姐姐们的 精彩表演外 乘风2024 还给我们带来了 不少欢乐和惊喜 以如那些 突如其来的互动环节 和趣味小游戏 就让整个比赛 更加生动有趣 观众们不仅 可以欣赏到 姐姐们的表演 还可以参与到其中 来共同度过 一个愉快的夜晚 乘风2024 第五龙公演 就像是一场 试听盛宴和欢乐派对 的完美结合 姐姐们在舞台上 展现出了 自己的实力和魅力 同时也给我们 带来了不少欢乐和惊喜 虽然比赛有数有赢 但每一位姐姐 都是最棒的 她们用自己的努力 和坚持诠释了 乘风破浪的精神 让我们看到了 你心力量的无限可能 所以无论你是 喜欢激情 肆意的舞蹈 还是喜欢深情款款 的歌声都不要错过 乘风2024的精彩内容哦 让我们一起 姐姐们在的舞台上 继续乘风破浪 勇往直前吧